叶少阳说道 接着说 他说他有老公了 所以不能给我联系方式 我也懂得 事后没有互相联系 隔了几天 我再次擦窝里擦到他房间外 他又让我进去 就这样 我们保持了这种关系 我以为是一场艳遇呢 现在想来 他每一次都在吸我的精血 我身体一天比一天坏 可当时不知道啊 就一味的想要见他 脑海里面全是他 下班之后就躲在家里睡觉 连女朋友也不敢见 我对不起我女朋友啊 张思德哭了几声 接着说道 我本来不想打扰他生活的 昨天也是巧了 我去大厦领工资 正好就遇到他 我这一时激动 见父亲没人 就跟他说话 想问问他 愿不愿意抛弃家庭 跟我在一起 他骂我流氓 后来还打了我一巴掌 我不怪他 反而有些愧疚 尤其是想到我女朋友 我回家思前想好 决定跟他断了关系 今天去上班 我就又经过他的窗户 他找我进去 我跟他说了分手的事 他同意了 然后说 做最后一次 我没忍住 就跟他进屋了 出来的时候 我整个人几乎都没有知觉 腿也很软 绑安全带的时候 一直没站住 就掉下去摔死了 叶少阳看了一眼 摇摇欲灭的火焰 知道来不及多问详细的了 只好先挑重要的问题 那个女的房间号码是多少 十六层 一六零三 从左背书 第三个窗户 那个女的叫什么 干什么的 叶少阳追问道 我调查过了 她叫乔恩奇 在那个楼上 开一个培训班 不过 水面晃动 张思德的人影越来越淡 声音也逐渐的消失了 不过什么 叶少阳追问 扑的一声 浮火熄灭 张思德的影响彻底消散 骂他 叶少阳骂了一句 这家伙太耽误时间 就这点事 一刻钟都没问完 关键时刻还是卡了壳 谢于清说道 不然你再做一次法 哪有这么好的事 叶少阳翻了翻白眼 一入汪四成 一念望前尘 绝对不许再跟人间沟通 我能找他问一次话 就不错了 你以为阴曹地府 是我家的 想干啥干啥 谢于清谈言进来 还好 我们知道了人名 乔恩奇是吧 他是个狐狸精 叶少阳没有作声 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思考起来 你帮我找他出来 找个地方见面 叶少阳说道 先不要去搜查 那个1603房间 为什么 谢于清很好奇 你不应该马上 去把他收服了吗 换成是你 杀了人 会留在那等着被抓吗 何况 我昨晚才杀死一只狐狸 他不可能不防备的 叶少阳皱着眉头说道 假如我们现在找上门去 就意味着 我们怀疑了 这次找他不到 以后他肯定会躲起来 谢于清说道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去找这个乔恩奇出来 跟你见面 不是一样也给他知道 我们怀疑他吗 不一样 万一他不是狐狸 就不会打草惊蛇 不是狐狸 怎么可能 叶少阳笑了笑 狐狸 前篇万话 愧疾多端 你不明白的 你帮我找到他再说吧 好 我这就安排 另外 派人调查一下 这栋大厦的历史 我不相信 这么一栋 湖京纵横的大楼 从来没发生过灵异事件 谢于清点了点头 两人一起离开了 尸检的房间 谢于清接了个电话 答应了一声 对叶少阳说道 我们有位领导要见你 什么领导 很大的领导 谢于清神秘的笑了笑 找我干啥 不知道 走吧 谢于清带着他 走进了警务大楼 叶少阳本能 想通过办公室的门牌 来判断 是什么级别的领导 结果 谢于清带他进了监控室 一个胖乎乎的 看着很有官威的男子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很合计的 跟叶少阳打着招呼 叶先生 久仰大名啊 请坐 叶少阳只好坐在他对面 谢于清亲自去泡茶 叶少阳打量过去 这人没穿警服 但是背心上 印着警察的英文 看上去 又四十多岁 头发全往后梳着 天庭饱满 名台突出 相貌威严 一看就是有正气的人 心中不免产生了几分好感 叶先生的事情 我听说过一些 盗门高人 很是惊讶 男子客气的寒暄着 没有什么架子 这时 谢于清倒了两位茶过来 递给男子的时候 摸了摸他的手 关切道 你今天吃药了吗 男子点了点头 叶少阳争重 上级和下属 怎么这么侵扰 这 莫非 不敢再往下想了 刚才 你们在尸检室 所做的一件 我都看到了 虽然看不真减 但也超乎了我的想象 叶先生 真是高人啊 我一直听 雨晴说起你的事情 还有些怀疑 现在 完全相信了 叶少阳 木然地点了点头 有些案件 我们还得拜托 叶先生啊 男子笑了笑 不再说这话题 反而拉起家常似的 聊了一会儿 谢雨晴在一旁待着 有些局促 看了看表说道 行了 我们还有事要办呢 男子起身 跟叶少阳握手道别 送他出门之后 突然问道 你觉得 雨晴怎么样 啊 叶少阳愣了一下 笑了笑 很好 我们是好朋友 好 那就行 你们好好合作 他要是哪里做的不对 你随时找我 我帮你主持工档 谢雨晴一把把叶少阳拉走 直到出了大楼 叶少阳脑子里还迷迷糊糊的 挠了挠头 这人干啥的 找我聊了半天 就聊这个 谢雨晴哼了一声 话说 你们两个 好亲密啊 叶少阳偷偷地瞄了他一眼 这件事 还是不吐为快 我们俩天天在一起 在一起吃饭 你相信不 谢雨晴冲得挑着挑眉毛 你说我就信 叶少阳难难倒 随即扑吃一下笑出来 他是我爸 叶少阳当场实话 半天才缓过来 凑近谢雨晴的耳边说道 我当时怎么说来着 你升官这么快 一定有背景 你还不承认 原来 你也是个官二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